一般我們都認為 賓士發明了第一台汽車 這一台也就是稱為賓士1號的復刻板 它是可以動的 我們在國外去參觀賓士博物館的時候 也曾經有看過 連我們現在很熟悉的 圓形的方向盤的形式也都還沒有 136年之前 即便是在機械上面 它發想出 知道怎麼樣運用內燃機 去產生一個持續性的動力 而且把它實做出來 但是它開始要用的時候 它就會面臨到實用性的問題 會不會沒有辦法買到汽油 各位可以看到另外一側的這個陳列 這些東西看起來都不是機械的東西 這是什麼東西呢 這個就是被史上稱為 可以說是第一個加油站的 因為當時呢 Belta Benz 也就是Carl Benz的老婆 他開著一台賓士1號 到了一個藥局 去買了去制油 把那個去制油加進去 到這一台賓士1號 它的整個化學成分呢 事實上跟我們現在用的汽油 其實是很接近的 然後沒有啟動馬達 要用人工的方式去啟動 在歷史上這個藥局 甚至就被稱為第一個加油站 那從這個事情其實我也得到一些啟發 隨著電動車的普及 很多人家裡還沒有辦法裝家用的充電裝 或者是我家裡即便是有AC充電裝 但是我總是它出遠門啊 那這個里程要怎麼延續呢 大家都在討論說 那我今天開了電動車 電動車開起來很棒 很過癮 動力很充足 但是我要去哪裡充電 如果當時的汽油車沒有這麼多藥局 而且藥局裡面如果沒有去制油 它也有理成交率 等到汽車大量普及的時候 它的形式絕對不會是這樣 它必須要用一個很有效率的 高速的幫大家補充能源 那就變成是一個專用的加油站了 再回到一百年後的電氣化發展的這個時刻 我認為充電站也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我們的U-Power會走大型化 專用化高功率 讓大家待的時間不要太長 大家都還在想說 我充電的時候旁邊要做什麼 其實你會發現有很多充電很快的車子呢 是讓很多車主他習慣就坐在車子裡面等 在等待的時間呢 他可能可以做一些自己的事情 滑滑手機啊 稍微休息一下 跟朋友做一些聯繫啊 發一些訊息啊 平常沒有時間發的 大概很快的時間 二、三十分鐘就過去了 我認為 隨著整個充電的性能會慢慢提高 會從早期的 Supercharger第一代出來的時候 是當Model S、Model X 是要充一小時的喔 到Model 3變半小時 到Taycan的時候變二十二分鐘 到Ionic Pie到EV6的時候 變成十八分鐘 那接下來的Trinity 也就是Volkswagen的次世代電動車 他們提出來的技術進展的目標是 他希望越來越接近加油的這個時間的體驗 這時候大家就會開始發現了 喔原來充電 尤其在外面補充電力 應該不是在一個公有停車廠 切幾個位置 然後大家有時候為了那個位置 誰停炒翻天了 它應該是一個專用的形式 進出上面都很方便 因為我不需要到那個場地之後 我還要發現說 會不會有一個交通追我要把它移開 會不會在那個地方呢 也有其他人需要那個停車的需求 然後我要用一些其他的配套的方式 去跟這些有停車需求的人去競爭 再回想起 136年前呢 你要幫車子加油 竟然是到藥房去買蓄置油 這個場景是不是跟現在的電力 開始逐漸發展的電動車的情境有點相似呢 這就是我們今天這一集 想要跟大家所討論的話題 謝謝今天的收看 我是Bob 再會 我們來看